中共十九大期間罕見地召開了一場軍方記者會 而會中指出共軍軍演已經實戰化 釋出十九大之後 共軍可能會加強巡航 對臺軍事施壓的訊息 習近平在十九大工作報告當中 為中國軍隊現代化設下短中長程的目標 而一場十九大的軍方記者會引起關注 中共解放軍代表上來低調 十九大卻召開軍方記者會 對五年解放軍改革釋出重要訊息 包括演訓實戰化和原海遠洋訓練常態化 從近期傳出共軍2020年武力犯臺的消息 到七月份開始轟6K多次繞臺 禁逼我防空識別區 中共空軍航空兵團團長兼轟6K飛行員劉瑞 兩年前就曾經飛越巴士海峽 與我軍機對峙 他更透露 共軍現在以多機型多次演訓 並且具有一次性飛越兩個海峽的能力 最初的一年四次到現在的一個月很多次 我們和其他機型體系進行訓練 從最初的飛越巴士飛越宮古 到現在一次性飛越兩個海峽 所以說現在我們的原海遠洋訓練 已經是常態化體系化和實戰化 面對共軍演習常態化 國防部強調國軍已經嚴密監控 並且適時對外公布共軍演訓情況 會有適當的應組作為 我們了解了他們這些相關的訓練 而且也預測未來常態化 我們也做了相關的應組作為 我們發展不對稱戰力 這個是未來我們積極 而且現在正在做的 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 因為涉探下台 中央軍委15個部門 有9個首長被撤換 習近平記得打貪腐 布置政權集中 軍權也不例外 中共軍方記者會上也不斷強調 要和世界國家做朋友 強調軍方已經含28個國家 以及國際組織建立戰略磋商機制 近年來中國持續是擴建南海島礁 與美飛台爆發南海控制權的爭議 中共軍委參謀就特別強調 中美有年度海上軍事安全磋商和兩軍對話機制 能夠減少誤判 我們和美國呢 每年要舉行海上軍事安全磋商 建立信任措施的機制 分別是重大的軍事行動的相互通報 還有呢就是海空意外相遇的時候 一些安全規則 互信不斷得到加深 避免誤解誤判 中共軍方還宣誓負其大國責任 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3.6萬人次 有8000人完成維和待命部隊的註冊 並且協助撤僑和伊波拉病毒防治等事務 機械小角紅下輛北京報導